大家好,上次的视频我们有聊到如何申请贵国困难签证,由于申请起来特别的简单,所以完全可以自己去做,不需要拜托行政舒适。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放出我们之前的视频,详细的了解一下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贵国困难。 今天是2021年9月8号,星期三,在这周的周一,也就是9月6号,上午的11点,我们每周固定举办的工作说明会和签证咨询会上来了这样一位客户。 他也比较着急找工作,对签证也有些疑惑,所以在说明会结束之后,我们坐下来详细的进行了一次面谈。 经过了解,他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拿的是短期志在签证,签证期限只有三个月,也就是到今年的11月份就到期了。 所以他自己是非常的紧张,想要快点找到工作去申请签证。 他告诉我们,一开始拿的是留学,后来由于疫情的影响,也没有及时的找到合适的工作,就去入国管理局申请了规国困难签证。 当时拿到的是6个月的,然后有在留卡的。 但是这6个月也很快就过去了,然后又去入国管理局做了一次更新。 但是这一次就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了,这一次入国管理局只给了三个月。 当时他也问了窗口的工作人员,为什么我只有三个月呢? 然后工作人员告诉他,因为现在的情况来看,规国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,所以只给你三个月。 也就是说,现在申请规国困难真的是越来越严格。 其实不只是他一个人,这种案例非常的多,很多客人拿到的都是三个月的,而且接下去应该也会越来越多。 所以呢,大家不要太依赖这个签证,在现有的签证期限之内呢,赶紧找到合适的工作,或者是赶紧更换成正式的签证。